基督之家第三家网路电台 平安,我是挪牙 欢迎来到基督之家网路电台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经典留声机 我们正在播出的是 基督之家1995年的联合下令会的录音 今天是很难得的录音,问题解答 问题解答是早年下令会中必有的环节 现在的下令会已经很少见了 而问题解答的录音更是难得 一定要把握机会收听 这次的问题包括 读经之前为什么要先读概论 第二,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里面的水指的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认罪回彩以后神还会追究吗 虽然只有三个问题 可是林弟兄精彩的分享 不容错过,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每一次参加问题解答是提醒吊胆 因为都是临时抽烤 但你们好客气,没几个问题 所以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的人问题有而没有写的 那么这个时候能够写了,好吧 在我可以时间上可以安排一下 所以如果是单单这几个问题的话 我想不需要到十点钟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我也是盼望说最值得到十点 因为主日崇拜和白饼在一起的话,时间就不大够 所以我们留一点时间是更是为了以后所来用的 这里有几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我愿意来答的 那是有问说,我提过在旧约之前 为什么要先得旧约改论 在新约之前,为什么先要得旧约改论 不是改念 改论,这是一个基督教里面所用的一个名字 我如果你们时间问题不多,我稍微多大一点 读圣经要知道怎么读法 要知道怎么读法,那是要问 为有什么原因要读圣经 你去问为什么原因要读圣经 你要从圣经中找 神把圣经给我们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从神自己所说的 要给我们圣经的原因 然后知道如何来读圣经的 所以如果你这些读圣经的话呢 我们会看见来在哥林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面 那里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更好的是耶利密书第十五章 万君子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当作十五次了 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所以神把圣经给我们头一个 那是成为我们灵命的粮食 灵命的粮食 每一个人的,每一种的生命 都必须要有粮食 有丰富的粮食 生命会发展的明显和刚强 没有丰富的粮食 生命常常不能够发展 甚至于有了疾病 像我年轻的时候 在抗战阶段中间 所有的社会中间都很穷 营养不够 所以我进到大学 考到交大了 过了三个月我就吐血了 生肺病了 那么这是营养不够 现在的话呢 在北美营养不怕你营养不够 最怕你太胖 所以这个到底年轻人生病就少了 身上人在地上的生命是如此 所以灵上的生命也需要粮食的供应 所以读圣经头一个 那是来得着粮食的供应 要得着粮食的供应 那是需要圣灵把神的话感动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如果这种的夺法乃是最好 找个安静的时间 安静的环境 不受到别的搅扰 就来读神的话 你来读的时候了 发现有哪个地方受感动的 你有感动的地方 然后就化作祷告 所以你一章的圣经 可能有三十节 大概只有两处三处有感动的 就在两三处的里面就化作祷告 祷告过了之后 你再读这一节圣经 如果还有一些的感动 你再祷告 如果没有了 就往下躲下去了 所以你能够花了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读一章的圣经 有几处地方有感动而来祷告的 你就把这些话就风风风风风 像粮食一样吃到你的里面 在这种读经的里面 我唤醒用桃园明星人所说的话 读书不求圣洁 不要太了解 不要太明白 请问我们吃饭的时候了 这是台词上的菜 哎呦 色相都是全的 味道很好 你也不必问说他当初在哪里买的 也更不必问说到处怎么烧的 你多问我的我胃口都没有了 就反正就吃了就吃了 高高兴兴的吃 吃了舒服的享受 那这是头一种的躲圣经的方法 但这个躲圣经的方法 在我们灵命中间有经历 但是并不一定有其他方面的好处 所以圣经给第二方面给我们的 比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了 圣经是神所摸视的 与教训多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意都是有意的 就说神的人得有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为了教导的 保罗说得很好 教训是正面的教导 多则是我们有错误的责备我们 然后使人归正 那是如何从错误中转变过来了 就能学意 就后改正了正面的如何来学习 这些都是神叫做圣经来给我们的 所以神叫做圣经给我们的 是为了教导来用的 我们必须要理智上的明白 如果我们理智上不明白的话 许多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懂了 我自己在当初的学生 在上海南亚路聚会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了 尼托龙讲道很好 非常受感动 但是尼托生有一次教我们中学生的 就是生命读经 他告诉我们说 早上起来读经的时候 这有感动的地方来读 来祷告的 他自己的标准 一个小时读五戒圣经 一个小时读五戒圣经 我是没有办法了 你都试试看 一个小时读五戒有什么好读的 所以他一个字 两个字有感动就祷告 一个字有两个字感动就祷告 所以我这样的追求的时候 我顶多是半个小时读五戒 我又不容易了 半个小时读五戒不容易了 所以这样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等到我到台湾去的时候 我把那些感动都笔记记下来了 记了好多 那么你原谅我说 我对圣经是糊糊涂涂的 反正马太夫妍马赫都差不多的 约翰和路加都差不多的 加拿大乙法都差不多的 好像每一天成为粮食 圣经的教训 我一点都不明白 所以等到以后 我是再花了功夫 好 再来读圣经 来明白圣经的用意 来明白圣经的用意的时候 我也发现圣经有四种的笔法 有一种是能理讲解的笔法 有一种是历史记载的笔法 第三个乃是诗歌词妇的笔法 第一次是表号预言的笔法 四个不同的笔法 四个不同的笔法 你要去读 必须用四个不同的方式去读的 你如果不是有四个不同的方式 你没有办法把不同笔法 里面的内容能够领受过来的 那么我是学工程的 我学工程给我有好处 在理智界理解方面容易明白 但是我们一读诗篇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以前对诗歌词妇一窍不通的 一窍不通的 这个诗歌词妇牵上云 所以是边上的水 哎呀这个是讲什么 理论的笔法清清楚楚的 所以理论的笔法这些的文章 对于说学理工的比较好 你们学艺术的人 就是理论的笔法实实成成的 这个是挨挨斑斑的 不够有味道 四个的词妇才有味道的 像我从前对美色也没有兴趣 美色画画都差不多的 等到我以后慢慢懂得一点了 才发现中国人的画不叫画的 是画家是写的 画嘛就画的嘛 怎么是写的呢 原来一幅图画里头有故事的 有文章的 所以这个图画是表达出来 画画的心情和他里头的感受 所以这个画里头表达出来的 比方说中国有一个画家 叫不大三人 因为他的祖国忘掉了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新的国家中来做官 他出去做和尚了 他为什么写不大三人呢 因为他签的字啊 好像哭好像笑 他哭笑不得 他常常画一个兰花 兰花的根在外面的 哪里兰花的根在外面呢 人问他是你为什么画了兰花根在外面 我没有根啊 我在地上活着没有根啊 有国家都忘掉了 所以他画兰花乃是画到 他在这种王国的里面的 他自己维持自己清净清净的光景 但是他对整个的世界完全的失望了 中国人很欢喜画卓 那个banbo 乃是说到了 他感知是这么值的 是正值的光景了 那特别正半巧 最后是画做的 所以这个画家是什么呢 那是把他的心情当中 叫做画表现了出来的 做诗歌词服也是如此的 所以你我如果来读诗篇 勇读罗马书的读法 你读不出来的 你诗篇就是诗歌词服的 是另外一个了 那么最难的就是那些表号的读法 所以许多地方教会中间查经查启示罗 我要问问看你们全圣经都好了没有 你们全圣经没有花了功夫 我劝你们不要他做启示罗的 什么又有云了 是云子弹爆炸了 哎呦有蝗虫啊 喷了火子喷蛇气乱讲的乱讲的 你要多启示罗的话呢 每一个的事物都要用圣经所讲的是什么 来解释才可以 不是随你来猜的 所以表号的夺法是另一种的夺法了 所以这一种的四种不同的夺法 四种不同的夺法 用四种不同的夺法 才能够把你的内容好好地夺出来 我从前刚刚新竹的时候 换起来读福音书 福音书一个容易明白 读过两遍不要读了 但是一翻看就知道了 下面说谁看小说看三遍的 没有看三遍的 所以才是读罗马书了 理论别发的事情了 内容很丰富了 等我理论别发的事情 好好地夺过了之后 竟我可能了解了 我再读福音书 才发现说福音书故事的里面 把以后理论的别发全部在里面聊 所以这样再来读福音书的时候 在故事的别发的里面 把里头所包含的 所里面的正义能够读出来 所以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读圣经 甚至把圣经当作教训 来教导我们的 但是圣经要来教导我们了 有太多东西要教导我们了 所以他不光是用四种不同的别法 并且他教导得非常的丰富 教导得非常的仔细 所以如果一个人心读圣经 还不知道圣经每一卷的背景 写圣经的人 他当初的负担 他写这个的圣经主要的用意和目的 再有他写圣经所有的构造 所有的段落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把里头的教训 好好地读好 是什么是旧约概论 什么是新约概论 先把旧约和新约 那个大概的光景 先给你知道 这个的旧约概论和新约概论 你会知道 开头乃是摩西的五经 摩西五经的全旧约中的根基 这是谁写的 而摩西五经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你这一个读过了之后 你才了解在读下去 从约书亚慢慢地读下去 读下去的时候 这就从约书亚开始 读到历史的书 而历史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远过有四世纪 四世纪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所遭受的是什么 在这一刻 你必须要好好地读过的 等到以后 历王和历代了 神在以色列百姓 历史的记载了 为什么远过扫罗王被神兴起来 以后被废掉的 为什么远过神能够使用大为王的 这一些如果你的基本的概念上都没有 你站在去读 你就没有办法完全领会的 所以这是一个的概论的东西了 你要去读了 福音书更是如此的 像我刚刚读提过了 我做圣经只是叫到里头粮食的话呢 马太福音马可都差不多的 路加约翰都差不多的 加勒太伊佛都差不多的 但我稍微注意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马太福音所讲到 不光是主耶稣做王 马太福音说到 是主耶稣在王的身份中间 如何叫到国度建立起来 如何叫到国度开展出去 而在这个里面呢 他如何来训练他的门徒的 所以我昨天稍微跟你们提了 太简单了 乃是马太福音从一章到十六章 乃是说到他显出比所罗门更大 第十七档末了 他显出他比越南更大 他一面是正面的教导 而另外一方面的 到后面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他 自己如何走了十字架的道路 而就一般跟随他的门徒 也走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你看四福音去看的话呢 教导教训最多的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不光主耶稣讲道多 马太福音讲道主是 带其架子讲道的 哦 你看了 刚刚讲道登山的宝训 其他福音书没有讲到这么仔细的 这是马太福音 所以你要了解主耶稣来训练我们的时候 如何从头一个的讲道 从第二个 第二个讲道到第三层 第三个到了第四层 一层一层过来的 如果这一方面你没有大概知道 你内容上不会明白的 不会明白的 那这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了 你必须要有些该论的东西 你为什么有加勒泰 为什么有以弗所 为什么有菲律宾 为什么有哥罗西 不是说神都是神的话 加勒泰 注重到乃是当初福音在地上传言的时候 被在那个加勒泰中间的有一些的错误的东西 受了影响 以至于主的救恩的功效 不能够再常常在他们身上 然后到了以弗所了 乃是给我们看见 在神心意的里面 如何把蒙恩的人 是带到说天的那个警戒 是说天的警戒 在说天警戒的里面呢 如何生活 这是菲律宾 到菲律宾说天生活过的时候了 神的旨意的完成 乃是到了哥罗西 一句一句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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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诗篇读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 中国人喜欢 西方人也是喜欢诗篇的 为什么因为 诗篇有些话很娇人 很优美 诗篇的话 有很少的时候感动 所以我们诗篇 常常欢喜读的 但是我就 我劝人 我自己也这样了 诗篇 要刚硬你的心 不要被他感动 不是你们听不懂吗 你慢慢听我 慢慢 帽手里云怎么讲的 听我这讲完 你不要被那些诗篇的感动 你用点理智 把整个的诗篇 好好地夺过 把前隆后买 把前因后果 把它夺过 诗篇大多 前都汉救命 到了末了 感谢赞美主 为什么前都汉救命 为什么后来感谢赞美主 它转变是什么地方 所以你把这个诗篇的内容 仔细地夺过了之后 把你整个的内容了解了 然后你就要你的心 被全诗篇感动 而不是被这两三级诗篇感动 这诗篇才有用处 否则的话 你到了三年五年 一翻开就那几句话感动的 其他话都不感动的 所以这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用恒了解 诗篇是诗歌词服的笔法 人就是所灵上的教导 那这是第二类的夺法 第三类的夺法 神把圣经给我们做什么 主耶稣在他复活了之后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向着门徒们显现 门徒们显现 门徒们都很害怕 我不用多讲了 主耶稣怎么样 摩西的书 诗篇和先知 凡指着他的话 都向着门徒说明了 所以你可以看见 主耶稣提到摩西 诗篇和先知 我们现在奉旧约的话 乃是摩西的五经 历史 诗篇和先知 四类的 主耶稣只提上类 他主耶稣露了 主耶稣没有露 在犹太人的里面的 历史的那一部分 与先知是联合在一起的 历史 甚至叫做行动 把神的话讲出来 先知是叫做话语 把神的话讲出来 所以主耶稣把全旧约的圣经 都是包含在一起的 而主耶稣怎么呢 从全旧约圣经中 才制作他的话 向人讲明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分第五章 有一句话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做经 所以圣经的用意是什么 神把圣经给我们的用意 那是把耶稣基督 见证 讲明了出来 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中的 耶稣基督 夺出来 我们夺掉 就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请大家 切切不要 证圣经 与证十五经 孔夫子的书的态度一样的 不错了 孔夫子讲了很多的教导 圣经也讲了很多的教导 但是弟兄姊妹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和耶稣基督的作为 我们当中圣经中 学到一点的人力道德 何必夺证圣经了 都孔夫之书就可以了 圣经乃是说到 所以我们生活中中 有人力道德 有品格的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 在我们身上成为生命 而生命的表现的 所以证圣经最难的 就把圣经中的耶稣基督 夺出来的 所以主耶稣说了 为我所见证的就是做经 就是做经了 所以你看见主耶稣 到向那个耶稣基督 两个路上去的两个门徒 就软热的门徒了 跟他们讲 当他以后醒悟过来 怎么说呢 他是他给我们讲解 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是吧 而怎么讲解圣经呢 主耶稣在路上 乃至说你们这些 小心的人啊 你们太愚昧了 而主耶稣是把旧约里头 指着他的那些话 向着伊玛乌斯路上两个人 在路上跟他讲明的 所以证圣经的话呢 最要紧的是把里面的耶稣基督 证出来了 不光心有种的救恩 心有种主给我们的恩典 心有种主给我们祝福 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要证出来了 就有种摩西五经所讲的 就有种的历史里的故事 所有的就有种先知所讲的 全是把耶稣基督讲出来了 你比方说以赛亚 是头一个的先知书了 那么我就翻新给以赛亚 取一个的名字 全辈的弥赛亚 把主耶稣基督 根故所有的根源 祂倒成了肉身 在地上所有的生活 在地上所有的工作 以后被弃绝 以后顶数字架 还从实力都复活 他全部的讲明了 所以躲以赛亚 是把耶稣基督讲 讲的耶稣基督 要来的耶稣基督 讲明了出来了 所以你躲以赛亚 必须要把里面讲的 耶稣基督的特点 躲出来 那么躲诗篇呢 最难的一件事 诗篇你有第二种的躲法了 把诗篇的内容知道了 是一种的教导 这是教导 不是耶稣基督 诗篇你把教导都明白了之后 你再次要得熟了 最后你眼睛都不要看 你都能够背得出来 在你心中 从他到位 在这背一遍 从心中来背的时候 去感受到他的灵的感觉是如何的 有的时候的感觉是非常的下沉闷 有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喜乐 有的感觉非常的高昂 所以我读诗篇的时候呢 我读到诗篇第二十二篇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对不对 诗篇第二十二篇 我就想到主耶稣的摄制架上 就是喊着说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这奇怪了 主耶稣的摄制架了 还有哑情 还有这么心情的 还来背诗篇的 你看吧 丁了摄制架这么苦了 还背诗篇的 因为我明白不是 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灵 在大为的身上 就是大为遭受到这种的环境 耶稣基督灵 在大为的所有的法表 这个耶稣基督灵 等到耶稣基督自己的地上摄制架的时候了 他说招受就像大为当初是招受一样的 所以耶稣基督灵 在他里头发表了出来的 所以主耶稣不是来背诗篇二十二篇 是耶稣基督灵 在主耶稣的发表 这个灵也照样在大为身上发表 所以诗篇是什么 要用诗篇去读的时候 怎么能够让耶稣基督灵的发表 从我们灵里都经过而发挥了出来 这些诗篇 你原谅我说 这不是我翻译的 这是达北 内地弟兄会的达北 我读了好多节诗篇的书 没有一句话 是像达北这么好的 达北是什么叫诗篇 达北说诗篇是耶稣基督灵的发挥 所以这个才是在我们上有真实的帮助 那弟兄姊妹 这就完全超过改论了 比改论更多去了 所以这诗圣经方面 神把圣经给我们三个用意 三个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读 这个圣经给我 神的圣经给我们的用意才能够完成 所以弟兄姊妹 概念的太基本了 你们再不多概念 你们如果台湾来的话 要小心 你们从台湾来知道 有一个人写字很好的 于于人写字 你切切不要十几岁学于于人写字了 哎呀 学错了不是于人了 不是什么字了 他的草书这么好发 你的草书去写一下 写了一塌糊涂的 你必须有颜儒公留公权 一笔一证就夺得写的 慢慢写的时候 再能够转过来的 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学于人的 所以你们如果蒙恩开刀的话 安顾就班的来读了 逐渐逐渐 圣经会到今生的地步了 等到有第三个的地步了 那才是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主要的用意 你对圣经也有最大的帮助 OK 我这种时间也太多了 我一讲就多了 这里有一个 对安分第三章的五节 人若不忠 谁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今生的国 这里的水是指什么 那么第一个人是解经 解经的事情要注意一件事 我先没有回答之前 你可以祷告主 圣灵给你感动 给你光照 叫你明白 这个解这里所讲的是什么 你很喜乐 不要太得意 你还要看看别人怎么讲法 所以一个人就怕闭门遭局 以为我种圣灵感动的 常常会发现圣灵感动的可能对 圣灵感动可能错 我话要说清楚了 圣灵感动不会错的 怕你的感动不是圣灵的 要小心的 不要以为感动就是圣灵的 所以当然你不知道 是什么不是圣灵 你不知道之后 你怎么被我感动了 所以你只凭着你的感动这样去读 然后你要看看人家怎么感动的 人家怎么就领会的 所以圣经像解经的事情 你必须要有主见 但是不要有成见 不要什么都没有 你有主见 但是不要因为你的主见 就是一定对的了 所以如果你去看解经的书的话 或者别的圣经的人所了解的有两种 一种就提到了这个水 是指到施西约翰的水 所以这是讲到我们收尽的水 另外一个的讲法是生命的水 是用作生命的缘故 能够重生 一直有尽到神的果的 两个都有它的理由 但是按照我两方面都看了 我自己还相信 这里的水是指到受尽的水来讲的 是经过了小几方面的受尽 就我们老旧的人埋在死地 然后从圣灵来了 就我们得出了新的生命了 这时才就我们全部重生 重生就会进到神的果 如果你不满意 没有关系的 然后你有你自己好好来看就是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好 我请问如果我犯了很多的 多件很大的罪 是不是简单想出认罪 神就不追究了呢 圣经里我承托到 要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所审判 如果我真认罪悔改 神将来是不是还要追究呢 我甚至我软弱过犯 但主的爱却一直吸引我 但害怕将来还要如何就要最比较 感谢这么一句 正常光景 如果你们有人不是这样子了 你的光景不正常 是正常的光景 我不知道谁发问题的 正常的光景 我们会发现 我们犯了好多的罪 我自己提了 我刚刚请福音的时候 发现我一往犯了两个罪 两个罪好了 神赦免了 一个发现又过有多 一个发现又过有多 所以我就说了 威力公会从前的时候 要让受洗 必定要清楚是出来的 哪一天人罪悔改 你来诸面前得到赦免的 那么这个光景 实在还不是你刚刚受洗的时候了 我们越过越在主的面前 来活着的话 我们发现罪恶更多 但请大家注意 以圣经中的罪 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人力道德方面的过错和犯罪 但圣经里头的罪 圣经里头的罪 在罗马是怎么说呢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乃是人是造成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乃是把神本质上的光景表现出来 我们只要没有把神本质的光景正面的表现 就是犯罪 你打父母是犯罪 你不打不骂 没有尽力的本分去孝敬父母也是罪 也是罪 中国人反罪了 乃是在违背了人的道德 这是罪 圣经的里面是正面没有表现 也就是罪 所以圣经的 individuals 就 next mark 就是设对 这苗帝没有深精 görd 中心上 就是叫做罪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上 我们实实在在没有正面所有的发展 其实说起来 在立位记里头 一个人在神面前纪 头一个的记是什么 是犯记 什么叫犯记 我们没有为着神活着 我们没有全心的为着神活着 这就是犯罪 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是神所养约的 神已经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了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环境上的需要了 但是我们却为着自己活着 为着我们家庭活着 为着我们儿女活着 你就是没有什么过犯 在神的眼光中 你是得罪神的 所以这些罪的话 我们会发现太多罪在我们身上了 也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罪 才叫我们受了感动 到中间去悔改接受主的救恩的 但当我们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 约翰一书第一章就讲了 我们如果有罪的话 我们得认我们的罪 神是心实的 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英文中有一个很好 神赦免我们的罪 forgive is forget 就忘掉了 如果罪赦免了还不太记得的 是什么叫赦免呢 所以我们只是要在神面前认我们的罪了 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了 神赦免我们的罪 就有时候 神赦免我们的罪 会像天上的云 消散一样的 你看到天上有云 哪一颗的云 过了一个钟头还在呢 哪一颗的云 到了明天又聚在一起了 消散掉了 消散痕迹都没有了 除非有新的云出来 老的痕迹都没有了 神帮我们的罪 放在深海的里面的 你找都是找不到的 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了 他全部都赦免了 为什么这样 因为主耶稣付的代价太大 我没事跟你们讲了 主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了 主没有办法 已经帮我们的罪归到耶稣基督身上 而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 主赦免我们还要继续向我们来追讨的 所以请放心 这是在乎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 你在乎你有真正的接受主 那么实实在在 现在是地上的有一些人 放了太多太厉害的罪了 但是神只要你悔改 就会赦免 不过 有一些罪的后果 你还是要吃的 我发脾气 拿着刀 一砍 四个子都砍掉了 哎呀 躺在了要命 主啊 军令赦免我了 我怎么发脾气了呢 那主赦免我了 是不是就激起来了 没有结啊 砍掉就砍掉了 是吧 这是我犯罪的后果 我不是为了赦免主赦免我了 这手又激起来 从来没有扛一样的 所以你要看见神只清满不得的 大卫 夺取人的妻子 善人的丈夫 只要他还不悔改 先知哪弹来找他 先知哪弹也是好厉害 神这公子好厉害 他跟说有一个人 一个富翁来的朋友 他不舍得的 他家中羊群牛群中牵一则来撒拉 他把个别邻居一个穷人 只有一则死山羊羔了 就把他拿来栽了撒拉 你看应该怎么办 大卫说 我治得烟化骑士 他要还他四倍 这个先知好厉害 先问你 问过了之后 先知说就是你 就是你 神我已经给你这么多了 你为什么把人的妻子就抢来了 那么大卫悔改 大卫悔改很彻底哦 我们的圣经都知道 悔改最彻底的是 诗篇的五十一篇 五十一篇他悔改了 他四个儿女被糟蹋了 你要知道 四个儿女被糟蹋了 不光四个儿女被糟蹋了 他家中从来再没有安宁的日子 这他犯罪所带下的后果 他罪赦免了 神不会到将来永远的里头 再把他放得糊糊 但是因着他犯罪所带下的后果 他积蓄要承担的 所以大卫你会发现的 你看大卫诗篇 一百上十三篇大卫所说的 看哪弟兄何谋同居 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我们多了都很受感动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儿女吵架了 彼此惨傻的 一回到家儿女惨傻的难过死了 所以他的家族太不满意了 他一到圣殿里头看见那些犹太人 蒙恩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是欢喜快乐了 你原谅我说 我写不错诗篇一百上十三篇 因为我的儿女就很好 所以我写不错看哪 弟兄何谋同居 我从来会讲的 敢就不够的 大卫的敢就才够的 因为大卫的这个犯罪的事情上 受到神那一个犯罪所带下的后果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面前的审判可以免掉 而犯罪的后果 我们在神面前还要承担的 所以我那人和我 我们这七八年来常常劝一些吵架的家庭 我们这次来你们中太短了 我不相信你们教会是五个家中没有家庭吵架的 我不相信 我还不相信了 一定有的 我如果跟你们时间久一点的话 有人会来找我们的 那么有一些吵架的 基督徒 你看教会很热心 来到教会中 佛事很多 进到教会两个人平着走的 这家不一定讲话的 你要知道 我现在都老是跟他不被人说骗了 这个夫妇很好 不一定的 看看样子很好 家庭不一定好的 所以常常吵吵吵吵到一个地步 甚至要离婚 那我们得劝 我能劝呢 叫人离婚要劝呢 家庭有问题 男的一个家三只讲好的 男的一只讲三个钟头的 起码九个钟头 可能要到十五个小时的 劝劝劝劝 到最后一早了 杀手戒了 你们如果丈夫说胎天不好 胎子说丈夫不好 是不好呢 我也不是发光的 判断到底对不对 我去调查 我也不调查的 是不好 但是我说 如果你们这样的话 你们的儿女照样 我都讲一句话 给人家印象深一点 我说 圣经学的话 我都不佩服 我说 你们觉得奇怪 你全道人对圣经话不佩服 我不知道你佩服不佩服 圣经怎么说 人如果犯罪 是要追逃他的罪 直到三世代 你佩服不佩服 你没有想到 哎呀呀 你都圣经糊涂 我圣经只想的 我才不佩服了 爸爸犯了罪 追到我身上了 祖父犯了罪 追到我身上了 佩服不佩服 我不佩服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破碎的家庭 最苦的儿女 离婚的家庭 他的儿女婚姻 难得会幸福 他的孙子到遭殃 我告诉你 孙子到遭殃 所以这是神广力的法则 你犯罪可以赦免 但是你神广力的法则 犯罪的后果 你有成当的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身边的谨慎 圣经所生是 轻慢不得的 不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了 一切都没有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 上了会的时候 有个姊妹告示上来 说林弟兄 我也有个问题 问你 是什么问题 我的爸妈爸妈妈 一直吵架离婚的 那我怎么办 我真是难过 I feel sorry for you 你这个离婚的家庭了 所以我马上圣经里头有一个 彼得前书第四章 你要扶在神大能的手下 他会叫你升高 升高并不是升官发财 升高是从神的惩罚的里头 免掉了 所以我也发现 有一些家庭 父母吵架 离婚叫孩子的心灵力都受到了亏损 一般说家庭 他再结婚的家庭难得会美满 他能够接受神这一种的管理 服下来了 神会叫他从父母所传下来的 那在心理上生活上不正常的光景中间 能够脱开了 这是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那这些呢 乃是我们犯罪了之后了 在神的面前所该有的 所以我们的罪 神是绝对会赦免 但是罪我所谓的后果 也许多会承受这个后果的 我们在这个后果里头了 要服下来了 神或者把那个后果当中 能够给我们除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